大家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六,我们继续复盘周线日线,欢迎您为视频点赞,也欢迎您为本频道赞助,成为赞助会员 周末呢,我们都是对一些重要的标记的周线,还有日线整体分析哈,我们先看一下BTU 今天9月3号啊,第一支BTU,BTU的周线给人的感受是什么呢?煤炭当时处于当前这个能源领域最重要的一个能源哈 因为原油的供应链呢啊,这个面临被重构的一种风险啊,那对于煤炭来说呢,成为特别是欧盟地区的一个可替代能源 当前煤炭凸显啊,价值凸显,我们看本周呢,是形成了一根带下影线的阴线 那下方的周线级别的MCD啊,有一定的金叉的感觉,仔细看是一个金叉 那么在前几周呢,是完成了对这个收敛形态的一个突破 连着三周给出阳线,那么在本周呢,是给出一根阴线,但是带下影线 在周线上给人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明显的上涨,然后洗盘 然后把这个形态给突破,再回踩 那在周线级别,大家都应该预期一个下周的一根阳线出现 那就更漂亮了,对吧 利率上呢,A,B,C,再往上C一下是吧 往上再测一下最高位,是更好的一个技术位的走法 当前的价格是在24块7 那么左侧这个明显的波峰呢,是在33块钱 那这样的话,理论上还有89块钱的一个上行的空间啊 别小看89块啊,对24块钱的89块,那就30%左右的一个涨幅 那么周线能否上去呢?目前是看不出来啊 在周线上,我们看一下日线的细节 大家看,上次呢,是拉升到了左侧这个高点 这个高点,次高点啊,附近啊,然后呢,给出了一个回落 在本周呢,有五根K线,那后三根K线呢,有一点下跌犹豫的一种感觉,对吧 按照刚才周线级别的看法呢,是希望他能继续往上走一下啊 但是现在,日线级别MCD啊,还有点死差的状态 所以呢,下周呢,可能会在这里再次震荡一下啊 只要不再创新低,我是觉得啊,这个地方就有可能要止低了啊 再去测试更高的一个技术位 说煤炭会不会走熊市啊 煤炭现在的这个基本面还不具备走熊市的一个基础 在技术面上呢,当前这个多头波段会更强一些啊 所以我们至少预期一下测试一下这个高点,对吧 拉升之后的回落,再测试一下啊,近啊,两周形成的这个小高点 啊,会比较符合技术位的一个需要啊 因为啊,空头看到这样的一个位置 既是大的多头趋势线,又是对形态的一个线上突破 又在回踩这个形态,所以空头会觉得有些压力啊 多头反倒觉得有可能在往上走一下 好,这就是煤炭,近期啊,下周可能的一个走势 好,再看一下周线,是吧 突破回踩,拉升,再拉一波 好,我们看一下,呃,扣的 扣的的周线图给是什么感受 对于天然气而言呢,近期的消息面呢 主要是俄罗斯这一面啊 对欧盟这个北西一号管道的一个检修三天是吧 但是三天之后呢,说还不行 还要再去检查其他,呃,有故障的设备啊 那实际上这是俄罗斯的一个手段,对吧 那不管怎么说呢 对于扣的做多的那个标的呢 应该是一个利好 但是呢,我们之前设定了31块钱作为减仓位 那这样的话,已经跌破了一丢丢哈 所以理论上你应该做过减仓 也就是说呢,有可能继续下跌 那对于做空天然气的这个扣的呢 正好那应该做多了,是吧 我们看到周线级别 实际上他完成了一个下跌 下跌,反弹,再下跌 这样是一个三浪结构啊 ABC 同时呢,这两周呢 有一点止跌的小迹象啊 那因此我们可以简单预计一个可能的多头的反弹 注意这是做空指数啊 我们看一下日线 日线唯一的不妥是什么呢 就是他处在我们大型下跌趋势线的左侧啊 那现在呢,跌完了之后 他对这个局部的空头有一个向上突破啊 但是啊,我们在强劲的空头环境中啊 对这个图的空头环境中啊 不敢去预期过多啊 所以呢,如果你已经做了这个图的多头的话 应该画一个局部的小多头趋势线 优先呢,把它当做空头波段的一个反弹啊 或者叫回撤啊 也就是说空头更强的一个小多头 对吧 这是一个小多头 它随时有可能终结啊 所以我们那个天然气啊 UNG啊 它也随时有可能就是中止下跌啊 对吧 那俄罗斯为什么这么强力的去支撑天然气的价格呢 因为原油价格跌下来了呀 那它就只能支撑天然气了 所谓天然气卢布 是吧 卦哥勒卢布 卦哥勒天然气 好 这个都是相互关联的一个标的啊 所以它有它背后的一个意图 好 这个是扣的 那天然气 前几天啊 我们看到报道说 俄罗斯那边每天要烧掉 自己烧掉很多天然气 因为 这个事总是出来 存储在那儿 就是成不下了 它就只能烧掉 也不卖给欧盟 是吧 是有这个新闻吧 所以这个 这东西呢 它不完全是市场经济哈 它有更多考虑的因素 好 我们看一下SQQ的周线 我们要简单复盘一下 那么在前两周呢 我们是给出了反弹多的一个走法 那我们的大盘也是给出了一个空头啊 那对于做空指数来说呢 就是上涨的 那么现在还在涨 三周的强势的阳线 所以我们不能啊 说它现在就终结了 对吗 特别是周五的时候 还上涨了4.21% 但是现在唯一不好一点是什么呢 下方周线图的MCD啊 是一个死叉 所以现在它还在拉升测试死叉 形成近叉的过程中 所以呢 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段呢 比如说最上方这个阻力区啊 会给出一定的停顿啊 那也是我们届时 盼到我们的大盘指数 是否能跌破 下方那个支撑区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点位 或者叫技术位吧 那这个正好相反啊 它是阻力位 对吧 我们看一下日线 我们应该怎么去观察 那日线呢 我们其实在周四或周五的时候啊 都已经把这个局部的多数趋势线画出来了 我们把这个阻力区域都画了一画啊 那么后续呢 我是觉得啊 看到这个图的时候 特别是周五这个阳线过强 我是觉得上涨的概率会略高 也就是说呢 我们的纳斯达克指数了下跌的概率会略高 去往上够啊 够什么呢 够上方这个阻力区啊 我们画一下 试一下 这阻力区呢 不是整齐的啊 它是一个区间 所以呢 嗯 请到哪都是有可能啊 所以我们啊 下周开盘之后呢 啊 再看啊 当然周一的时候 纳斯达克主 股指期货应该是在交易的啊 好 这个图呢 也是做多的一个机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把握啊 好 我们看一下spxu 也就是标普白指数的一个 那什么啊 这个做空指数 那他也是一样 我们啊 本周就简单看一下 跟进一下 日线图呢 画一个趋势线 他直勾勾下跌 他也可以直勾勾上涨 这次我们做对了吧 上次我们没有预期 他会走那么大的一个 反弹多头不断啊 也就是太空头 那这样的话 那就继续往下走了 测试啊 测试 你看 再看一下 是不是啊 不断创出新的高点 更高的低点呢 更高的高点 更高的低点 这是一个多头 在逐渐主导方向的一个感觉啊 那至少呢 你应该把它当作一个大型的震荡行情 去看啊 好 我们看一下半导体行业 半导体行业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领域 半导体的产业链非常的大 同时的它的应用领域非常的广 那这样的话就导致它是一个非常密集的 复杂的一个产业链哈 那么对于芯片或者半导体领域的整体的一个大势呢 不能以概而略啊 但是在技术面上我们看到啊 市场对于变导体的预期呢 和大盘的方向基本一致 那么本周呢 又形成一个非常强势的阳线 那很快就要到中间这个阻力区了 那么在日线图上呢 我们看到的是不断的上行 我们的下跌趋势线的突破回踩直跌 我就说直接做多近啊 往上走 那多头的趋势线呢 应该调好 对吧 调一调 往上看 说它为什么要做空呢 那它就 这个图是看多是吧 它就是这样啊 它就长的 对吧 就是说半导体行业就是在位做空啊 那么对于半导体芯片领域 比较重要的一个是芯片法案啊 一个是最新的啊 美国官方啊 对英伟达和和AMD的一个限售的新闻的一个波折啊 相关新闻我们就不再赘述了啊 实际上是一个互损互损的一个过程 就是中美双方互损的一个过程 你不卖了 那它就只能自己研发了 以后你研发出来也没啥用啊 没市场 好吧 怎么说呢 其实产业分工啊 原来的世界贸易格局啊 它实际上是一个分工 你掐断了这个环节 那那大家都不好过啊 你卖不出去 它也没有 它也缺少 它就只能自己研发了啊 好 我们看一下 另外一个矿业啊 铝业 我们看一下铝业的周线 铝业的周线非常的清晰啊 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震荡上行之后的破位 破位呢 近期的回撤呢 给出了一个突破 突破之后呢 再次回落啊 我们看到本周的阴线还是非常强的 这根阴线 一直 一下吞没掉了 左边这根大阳线啊 所以上次的一个反弹呢 就基本结束了 那我们应该假设它有可能继续在这里震啊 它即便是不走出一个强劲的熊市啊 它也是在这里震啊 好 我们看一下日线的一个细节 我们对于此轮拨头拨蛋的一个反弹都画了一个这样的趋势线 破位之后啊 理论上就应该检查或者离场了 你不要去预期强劲的牛市 那么对于矿业股来说呢 钢铁呀 铜啊 铝呀 这种 这种工业矿产啊 工业矿业啊 矿产 实际上它都是通胀打压的对象 因为他们通过啊 随着量化宽松不断的涨价啊 以让这个工业环节啊 不愿意去这个高价采购原材料了啊 不愿意生产了 因为生产出来太贵了 下游也没人要 不想买了 对吧 这就是需求减少 那么通胀打压的就是他们 所以他们即便是不继续走大空头啊 也应该不会再进入大牛市了啊 所以呢 都应该进行波段化的处理会更好 好 这就是铝业的一个基本情况 那么铝业在局部方面呢 我们应该画上工具 示意自己就可以了 不要去做空啊 也说不准他会不会大暴跌 对吧 我们上周呃 看到很多标的呢 都是有一点头肩大顶的感觉啊 但这是一种感觉 他必须得破掉下方这个头肩的 右肩的一个颈线 往下走才能说啊 这是一个头肩顶 在破 破这个位啊 破这个颈线啊 就最下边这根横线之前 先假设他是震荡 是吧 他不一定走真正的大雄市啊 那有没有可能 有 好 这是 我们看一下小盘股的表现 周线 小盘股非常的清晰啊 因为他的盘子小嘛 所以他这个图拉升回路啊 都比较清晰啊 有些那些指数呢 都都默默唧唧啊 比较模糊 那这个图呢 和大盘基本相反啊 一致啊 也就是说一致 方向是一致的啊 只不过这是反向的 好 之前还是比较清晰啊 我们应该怎么办 应该把辅助线画上 说画线重要吗 重要 有时候呢 不需要过多分析 把这个线一画就清晰了 但是得提醒大家画啊 有的人不爱动手 我们来看一下能源指数的整体表现 周线 能源指数的大多头趋势线还在啊 周线图啊 周线图 那么近期给出了一个回落之后 我们并没有看前空啊 而是假设他去测试上方的阻力区 也就是左侧92一带 那对能源指数来说 他里边的成分非常的复杂 不能以概而论 有原油 有天然气 有核能 太阳能 也就是所谓的新能源一大堆 是吧 但他也不能以概而论吧 那对他来说 我们应该怎么办 应该先看技术位的先上行 我们看这个周线 看到了什么 拉升回落 拉升回落 那需要再次一个拉升 是吧 所谓的现在当前是五浪啊 第四浪 对吧 第五浪的应该去冲一下 会好一点 这是周线给人感受 我们看一下日线的一个细节 我们上次明显画出了两条趋势线 一 二 三 三浪破位之后 你自己处理哈 那么五浪 需要下方这个趋势线去解决 对吧 下方这还有个趋势线的 我们看到啊 他在周四周五 是不是跌到这个支撑区 跌到这个趋势线上 横向支撑区 他就弹起来了 周五又弹起来了啊 所以后续呢 应该预期 往上再走一个五浪 啊 这是能源指数 那万一不走了呢 我们这个趋势线在这画的呢 你自己决定 要不要离场啊 到时候破位的时候再离场 好吧 这个这个这个形态 还是比较清晰哈 好 我们看一个 埃格斯美孚 埃格斯美孚 呃 消息面有消息哈 呃 好像是出来什么事故啊 他的一个一个一个 练油厂 还是什么地方啊 还是一个输油设备哈 管道什么的 但不管怎么说呢 他的这个图呢 在周线图上和我们的 XLE 相像啊 我们也是首次分析他的周线 我们画一下 那这么画就OK了 呃 在周线图上 我们看到跟能源指数一样啊 我们把上方的阻力区画一下 注意这个阻力区呢 可以画在这 所以他万一不上了呢 好好问题啊 好问题 所以我们得要看一下细节啊 看购物呢 你会觉得他上不去了啊 呃 我们看一下这个局部的一个多头 这跟XLE一样 所以大家看吧 进下周是不是是向下破位 还是再测一下 再破位 对吧 我这里就不再重复分析了 好 我们看呃 拼多都 那对于中概股来说 我们对拼多多的周线呢 啊 很少分析啊 我们啊 给大家分析 我自己会看啊 那对他来说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的是一个 这是上轮 我们波段化之后 我们把这趋势线画到这儿 看到是一个可能的震荡上行的结构 大家看 拉升回落 拉升回落再拉升 那这是一个第五浪啊 所以多头们要开始谨慎了 我们同时呢 在周线上应该画一个新的阻力区 大概几百亿代 画一个就OK了 这是周线给人的整体感受 这个五浪啊 它随时有可能结束啊 那么本啊 过去两周呢 非常强势 周线图的MCD啊 是一个强劲的开口 多头啊 金叉开口 这样的话 还有可能往上冲一下啊 好我们看一下日线的细节 对吧 好 这个日线呢 就是突破回踩 直低 拉升 是吧 应该我觉得 应该往上再够一够啊 这个趋势线呢 稍微给一些空间啊 这个短线多头的趋势线 应该给一些空间 要不然呢 它稍微往下一破位 你就跑了 稍微给一点点 让它活动的空间 再往上看 对吧 有人用通道线去指引 也是OK哈 但我是觉得通道线有时候不管用啊 你要是按通道线的话 这么一画 你就发现 哎 到这就结束了 你要是画平行的话 它也不定怎么地啊 所以这个先删掉 我们用趋势键去跟 好吧 这个图呢 应该继续看涨 稍微再一个 继续看涨 为什么这个拼多多会这么样呢 好像是它的基本面比较好啊 嗯 我们就不再过多的去分析它的基本面了 好 这是中概股的一个拼多多啊 中线图还是比较坚挺的啊 多头 是吧 好 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行业的 另外一个矿产行业 钢铁 我们对于矿业整体性质的判断 已经啊 定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看K线波动的细节 中线图上 它是不是对多头大趋势破位了 强劲的破位 对吧 然后现在是不是一个测 再次死亡之吻 或者测试这个大型趋势线的一个表现 那理论上也是一个头肩顶的右肩的感觉 是吧 那么在近几周呢 在这个位置啊 在这个脖子的这个位置啊 测试了几周啊 最终还是选择了下行 你看本周的阴线过阴啊 那么即便是后续呢 再止跌 我是觉得多头还需要更强的信心 才能在往上拉 现在呢 很显然有点双重小顶的意思 你看 左顶 右顶 局部的啊 左顶 右顶 这是一个double top 是吧 双重顶 double top吧 你看 第一个顶 第二个顶 也就是说 此轮的多头反弹呢 就形成了一个局部的小顶 我们看一下日线 你看 左顶 右顶 下跌 那跌破这个横线支撑区啊 也就是说个 这个这个m顶的一个颈线位置啊 在周五呢 完成了一个回踩 那么下周如果再形成阴线 那这个就确认了 继续往下走 日线图的mcd啊 还是有死差的这个状态啊 所以应该继续 看空哈 好 这个就是今天的第一期节目 那稍后呢 我将继续分析接下来的一些图哈 我将继续分析接下来的一期节目 我将继续分析接下来的一期节目